自己想想看 就是我是把那个三字经放在这边 就是做合并 合并储存格的动作 先把那个储存格合并起来 把字放过来 那比如说你有一个来源 也许像从Word里面来的 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直接从Word 或者从网路上面来的 或者从资料库来的 反正就先放在某一个工作表里面 那我希望做什么 做那个 切割的时候 可以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到柜宇专 然后呢 向右向下 其实你会发现这边 都一样 向右向下 上面都是一样的 那由1到8 不过这个部分是 不是用Column跟Raw 我是用那个 我们刚刚的方法 反正你只要知道 列是第一列说起来 蓝是A蓝说起来 那每8个为一个单位 但是8必须要乘以3 为什么 因为每 它的长度刚好都三个字 那做完之后向右向下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帮你一个萝卜一个坑 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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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放进来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有大量的类似资料 比如说一般的什么客户姓名 或者是一些什么 姓氏大概都三个字 不过也有特例 那你可能要先做前置处理 另外我还做一个 因为刚好有遇到 网路上有什么 清版跟民国版 那哪里不一样 后来我就 好像刚好同学问到说 什么比较 我就后来就写一个比较 比较是哪里不一样 比如说两个工作表 到底哪里不一样 那是不是你可以一个一个 把它抓出来 比比比比比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就把它换个颜色 比如说字把它改成红色的 那我试试看 按下去 比较 它就全部 帮我 做一个比较 那比较完你会发现 这个格子不一样 所以你就不用切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什么 就是从这边 这个格子 这个 为什么不一样 清朝人叫 清代式 豆烟山 那为什么民国 就叫什么 寻济和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为什么呢 后来我Google一下 豆烟山真的有这个人 然后 也有寻济和这个人 可能是两个朝代 对于某个人的那种 人格特质不同 他就会认为这个人 在那个朝代 在民国这个朝代 不适合出现 所以把它换了一个名字 我是不知道 不过 你可以Google 他太多东西都可以得到答案 为什么这个 他要教五指 到民国的时候叫什么 教八指 为什么五指变八指 这个我就 不过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要上课的重点 但是有的时候学术研究 做那个资料的比对 按下去 马上可以知道最好了 不然的话 比个半十 对不对 你到底哪里不一样 那其实为什么会不一样 都会有原因的吧 所以以前朝代 好像最近看什么一些 前个朝代的 像民国三十八年 不是老兵来 那他们不能回去 三十八年之后才开放 那时候有一个叫警备总部 那时候一听到警备总部 大家都吓得半死 不过那也是历史渊源 那时候其实很多查记 你只要讲到什么关键字 你就完蛋了 对 像现在也这样 现在太开放了 讲什么都没关系 那年代 讲什么都有关系 所以那年代的 老师非常的戒胜恐惧 所以那时候 因为我在师大念书的时候 记得我那老师 真的讲话都很害怕 甚至于还跑一下 问学生说 我刚刚讲这样 妥不妥当 有没有问题 他可能有经历过 那个白色恐怖还是怎么样 可能怕说 OK 那所以如果要做比较 那就可以这样 那底下都不一样 不过当然也 为什么全部都被改写了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重点是 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假如说你之要的 这三个字 那只不过把它放在格子里面 做法不外乎就是用 MID 去切的时候 去锁定 或者是也可以把这个改成 那个Column跟Raw 那比较的部分 其实我那时候写 我也不太记得说 我怎么写的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我写 VBA程式的逻辑是 我是看着我要做什么 而去写的 我不是去背的 所以怎么写出来的 那就是 你看着写的 所以我看一下我到底怎么写的 其实你会发现 城市写完 不外乎就是这个 for i 等于是2到 第二列到49列 这就是2到9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 我现在这个 所以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就是清版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sale前面没有叙齿 那后面这个有叙齿 是第三个 就指的是民国 那也就是因为 我现在执行的按钮 一定会是在 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所以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前面就不需要加工作表名称 但是后面这个是 我要从隔壁的那一个 它是第几个 所以后面的话 你可以叙齿 可以用3 或者用它的名称 叫做三至清刮虎民国 也可以 但是因为可能我觉得 打个三跟打这些字 三可能会简单一些些 不过当然这是取巧 最好你将来 你如果不改成 它的名称的话 我建议你上面 再加个注解 不然的话 最后别人会看不懂 可能你自己都看不懂 因为我自己是 写了很久了 所以一看就知道 而且我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然后呢 比较一下 它同样的位置的 IJ 有没有 差别只是说 它不同工作表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 两个工作表的比较 其实用这个方式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属于等号 等于是 大家应该知道 这叫什么 不等于 这个叫等于 这个叫不等于 OK 不等于就是这样 如果两个不相等的话 then 做什么 把它的底色 改成红色 红色就RGB 有没有 所以我前面跟各位讲过了 这些前面都做过 但是好像看起来很困难 没有啊 都这些东西嘛 应该都不断在出现 OK 写完的话就两个回圈 加一个if 再加一个底色 换色 这些应该都全部出现过 可是如果我不讲 你可能要叫你自己 写出这些东西 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 不过其实 大概用久了 你也许慢慢慢慢 就会 比较知道说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另外就是把它复原 那复原的话 我底下就是没有逻辑判断 把上面复制嘛 不用一幅 直接把它的 把它的color的颜色 改为黑色 那黑色的话 就RGB 三个零 就黑色 所以我这边 好像有个按钮 就是直接按下去 它就会是 改回黑色 就OK了 没有很困难嘛 比较一下 复原 好 这样感觉就还不错 虽然简单 但是很快就可以达到 我们预期的效果 OK 那接下来 再回到我们刚刚 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有时间 自己再去玩玩看 只要你资料 是有固定长度的话 通通可以用 类似的方法完成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说 刚刚的那个摆家性部分 如果我今天 刚刚是用color跟rope 那底下也是用con跟rope 那这个地方是 记得先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编号 所以我刚刚是 只有做几件事 就是把 其实我是把刚刚这个公式 复制贴过来 把它两个颠倒 两个颠倒 所以方向改 你看人跟ro颠倒一下 需要减的 比如说 它编号一定从1开始 编号一定从1开始 所以它现在在第13列 所以请你把它改 减掉12 反正它哪一列 你就记得 一定要减完之后 是1就对了 OK 那再来的话 color一定要减掉 它现在的位置 比如它现在是几 蓝 你就减掉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 不用加上8的倍数 后面本来是20 把它改成8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 把它当个公式 以后反正我就理解 我看几蓝 我就是看多少的倍数 那前面是它的预设的编号 后面就是它加了几倍 就是它有几蓝 这个方式 这样几乎无往不利 我就几乎不太动脑筋 反正我就算完之后 很直觉的一拉 马上一个四算表就完成了 这个适合就是 如果你的四算长度都是统一的 所以也就是你这个地方 可能一个字好解决 如果说可能有三个字 有四个字 那不然就是说 把它全部统一 就用五个字 有三个字 有四个字 你就是一律四个字 有四个字 有五个字 一律就是把它变成五个字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中间也许 比如说它的姓氏 中间如果两个字 你就中间加一个全形的空白 这样也可以 好那这个部分是第二个 就是如果用Current跟Role 也可以完成 第三个呢 请你把它改成VBA OK 那VBA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有两个按钮 一个这边的按钮也许是向右好了 按下去它就向右排列 那底下就是向右清除 那怎么做 基本上当然 如果你观念清楚的话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这边 我的习惯是先做向右清除 向右清除其实非常简单 For I 等于 4到11 For J 等于2到21 然后Sales I 等于空白 全部就完成了 有没有 那再来就是说把那个清除 那个应该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反正那些一直不断在重复嘛 那再来就是把那个清除复制之后 前面再加上一个那个向右好了 就是把清除改成向右 那向右之后的话呢 后面等号 把它改成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 也许就是用Colent跟Row的观念 来改一下就可以 也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Colent的话 请记住 用J来表示 用J来表示 如果你用看到Row的话 你用I来表示 那如果你看到两个都锁定的话 请你用Range来表示 这个前面好像都有讲过类似的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那个Colent跟Row做出来 然后再把VBA的部分试试看好了 也许这个地方再把它清除掉 然后再来就是VBA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就找一下那个 也许是什么 类似三字经 或者千字文 或者反正就是固定长度的资料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把 这些东西给做出来